好 继续再看到花莲市民代表会 21届第6次的定期大会 19号上午举行了市政总质询 那么第一轮是由市民代表黄瑞文 部主席李政伟来提出质询 今天主要质询就是 请市公所针对这个水灾的部分 再加强人民的生命财产 那大概有哪一些议题 例题就是重庆福建街这边的盐水 还有火管里这边的盐水 然后再来就是 第二个就是火灾部分 请公所能看是否能编列预算 来用注警器给花莲市的朋友们 知道这边在哪里吗 这个应该是在 我们应该乡系大道的两侧吧 对就福建街那附近 对 那这个部分 任务代表说问他积水的原因 那其实也这边在跟代表会 还有我们所有代表女士先生们 来做一个报告 雨一停之后就退去了 然后我们也可以看到说 整个 我们坦白说 整个雨水混流的状况 会流在重庆市场周边的原因 就是因为那地势最低 它比海平面还要低 那当所有的系统 雨水污水系统 它要流进那边再到出海口 那污水的部分是要再到东苍加拉站 再出去 对 那公所在第一时间有做什么 都有做相关的处理 然后在抽水战的部分 然后民政客的部分都一直在处理相关的事情 那也跟花里县政府来做相关的回报 花莲市的市政 它必须是一个有延续性的东西 不管上一任市长也好 或者下一任市长也好 它都必须有相当大的一个规划 那让在下一任的市长呢 得以延续再增添更多不一样的元素 来因应时代的改变 那政委今天在总织群当中 提出相当多的建议 那包括亲子的创业 亲年的创业或者是 亲子供容等游戏剧的部分 还有影法生物圈的部分 还有一些基础设施部分 来改善我们花莲市水沟排水的一个 相当一个部分的建设 那相当多的一个市政跟建议 都期盼花莲市工所能有更多的规划 那并加速来得以进行 所有的一个天然的条件 所有的一个现场的条件 都相当适合去经营我们 影法族生活 这样的一个圈子 那最重要的 还是我们左仓运动公园 未来的规划 那就像刚刚市长所讲的 十年这样子的规划 目前我们已经走到一半 本期以前就要于 我们病患所所长 针对我们左仓运动公园 再往后五年的规划与方向 那最重要的左仓以前 大家都知道是左仓公墓 那要开放左仓最重要的墓 一定要先把它处理掉 那另外一个就是火葬场 那现在我们第一期就是在今年 我们在代表会的支持下 跟中央经费的益助下 我们终于可以在今年把全区的墓 都把它处理好 那下一个阶段就是在火葬场的部分 火葬场的部分在这个礼拜五的下午 应该会有一个结论 那不管它是不是具有文职身份 或者是可以解除它的列管 我们都会有不同方向的规划 那左仓这个地方 其实我们现在按照三位 如果有三位计划的话 我们都已经有规划出相对应的设施 我们都已经有规划出相对应的设施